动动手指点餐就有专人把餐点送上门 这几年来有不少的美食快递业者进军台湾市场 台湾业者也组成了台湾队 把美食结合物流推出了合法的外送点餐服务 以社区经济为出发点 进一步打造社区专属的生态链 围坛跟无糖 那我要喝无糖的按确定 然后呢我的冰量呢 那我就是我要去冰 他这里也可以帮你做到去冰 动动手指专人骑车将餐点送上门 这是近年流行的美食快递 在互联网潮流的催生下 O2O改变原有的消费形态 不少业者看好未来发展 把餐饮结合物流推动社区经济 不管他现在的电子商或什么 大部分都讲几个小时会送到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社区生活里面 常常需要一个小时内可以送到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我们希望把这缺口建立起来 把餐厅的这个美食 直接利用便捷的生活物流 直接把你送到千家万户的办公室 或者是这个家里 我认为这是一大的一个要件 在台湾 餐饮商机超过4500亿元 其中外卖占250亿元 透过APP外送仅有5% 尽管渗透率低 但未来年产值有望达500亿元 吸引相关业者进驻 包括来自德国的空腹熊猫 2012年落脚台湾 目前全台有600间餐厅提供O2O服务 2014年来自香港的GoGoVan 进军台湾 以24小时运作的机车快递为主 也是台湾第一个合法的物流媒合平台 去年11月 正是在台湾推出的Uber Eats 延续共享经济概念 但是否合法仍受关注 机车快递 它如果要合法的话 它必须安得在那个货印公司底下 创新也一定要合法 不是创新就可以辉法 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过去的物流都是企业对企业 现在已经企业走掉千家万户 利用这样的一种电子商务的平台 结合这个摩托车队 那我的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迎接虚实整合时代 台湾相关产业跨领域投入美食快递行列 组成台湾对以社区经济为出发点 进一步打造社区专属的生态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天长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